字幕志倩 我是不忏悉的 我很不忏悉 我天打我我也不忏悉 所以我跟自己说 我要再站起来 如果我是病人之后 我是治病的 我是不能死的 我要改变自己 但两年后 梁丽珍的妈妈与世长迟 她知道从严的斗志 不能再单靠自己继续言笑 在我妈妈死了之后 情绪有一段时间很低落 也有很偶然的机会 我女儿带我回送诊堂 在教会里很多人都说 不是你是罪人 每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 耶稣会帮我们赎罪 神不是因为 你犯了罪 然后祂打我 要惩罚我 不是的 据圣经记载 有人曾经问耶稣 为什么一个人 会生来不幸 于是 他作出了以下的回答 不是这个人犯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来 二千年后 这个说话 令梁丽珍的心结 慢慢得到解除 而她 终于明白 苦难 并不是来自天要 惩罚她 我以前觉得 天打我 我是避无可避 我觉得我自己 被天打得我 起不了身 但今天 我会觉得 是天去考验我 要我受了一些经历 要去将这些经历 去告诉别人 我是可以 度过 这么多 这么多重的 驚激 故事来到这里 你或者 以为苦难 已经离开梁丽珍 她的人生 将会一帆风讯 而明天 也会一片光明 但是 迎面而来的 还有一重 金融海啸 谁知道 2008年 又发生了一些 金融海啸 我之前四月 已经是 和我的经纪 已经说 我说 我想 拿回一些钱 但是那个经纪 是不准我拿的 她说 你拿了你就没有钱了 我觉得很大问题 我当时很旁黄 很害怕 我走到公司 去投资公司 我说 不如你总公司 告诉我 我剩下多少钱 那时候 我整副身家 就只剩下20% 虽然梁丽珍 又再一次 经历人生的考验 但是今次 她再没有埋怨上天 更加不再去追索 任何钱西今生之船 因为她已经认识了 世界上最可靠的护航者 我不停地去祈祷 我给指示我 我应该怎么做呢 阿神 你帮我 我是懂得去交托 我是觉得 是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 曾经亦都看到一句的话 她说 耶和华是你的目者 你不自缺乏 真的 我不需要担心 我不会再去 需要 或者天都不需要我用这笔钱 我做我的电梯 请你有什么用 一样东西都是神秘的 因为我交托了给她 我为什么不要安然接受 而且 我要好好 开心心 去 继续我的人生 我要关公 很辛苦 好了 我们去看医生 我们去看医生 今天的梁丽珍 不再她怕风吹雨打 反而将经历过的风浪 视为人生的磨练 因为她知道自己所遭遇的 是为了祝福更多的人 太好了 只是为了孟茜 你这么幸福 你最后是为了孟茜 你最后的孟茜 你最后的孟茜 是为了孟茜 你最后的孟茜 你最后的孟茜 我最后的孟茜 就不断到孟茜 是年輕的 很年輕的 二十多三十歲人 剛剛出來在社會上蠟燭 都去輕生 所以我和一大班的年輕人亦都說過 我說 為何你們有些少的挫折 你會覺得你要死 如果像我這麼多的經歷 你就要死很多次 除了面對一班年輕人 她更加以過來人的身分 去安慰一班患病的人 我在防癌會去做義工 有些病友 即是我們的院友 她跟我說 她說 你怎知道 你怎知道我睡得不好 我會認識她說我知道 因為我都是國內人 我都是有這樣的感受 有些有病的人 就已經說 我死了 我明天就死 你不用擔心 不是你說事 你說你明天死 明天有可能我還會見到你 所以不是你自己去安排 為何 不要安然地接受 而且 初節 是更加可以磨練到自己的心智 和自己的體魄 所以我現在 我更加要好的身體 有好的體魄 再跟著去做多些義工 對於明天 梁麗珍也都已經有一番重新的體會 我之前經常問為何 現在我不需要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喉盾 他會告訴我 你接下來會怎樣做 他會給你指示 你要做些甚麼 我絕對會覺得 我在這麼多的 自己的經歷裏面 我覺得是沒有希望的 覺得自己 不要說明天 當時那天都會覺得自己 已經不能再活多一分鐘 但今天不同 今天我會告訴別人 明天你還有希望 我會將我 去告訴別人 你 明天 是會有希望的 人生的風浪 往往會掩蓋了眼前的視線 令人以為明天再沒有希望 讓人生的風浪 但是梁麗珍告訴我們 更是她經歷過無盡的風雨 她依然可以靠住上帝 一位最可靠的護航者 陪伴她 繼續成風破浪 現在我們就邀請你 讓上帝成為你的護航者 陪伴你 度過人生的重重難關 如果你願意接受這個邀請 請致電人生熱線 8100 8012 內地的朋友 可致電4007 168 968 輔導員 可樂意接聽你的電話 和為你祈禱 否則我 令人生愛 和為你祈禱 想希致 和為你祈禱 不想希致 與你祈禱 不想希致 喜致和你祈禱 和我祈禱 主持要求希致 和你祈禱 以祈禱 和你祈禱 和我祈禱 但知道有明天 怎麽不相信 今天就是改變 如能看見長途漫漫 可克服任何事 能浸到愛寂寞裡 有天的負走靠耳 徬徨的心困在幽谷 約起其任晴天 應該可感到谷底爛射光線 如明天不記住昨天 以往的以後誰在意 如曾有錯未成大錯 要改到總算是容易 我最親愛的這一生寶貴是時間 未要歸來總不太慢